《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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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體力去捉的象棋 你要用你的體力、技術、戰術去擊敗對手 今年的九月我會去李約二內勞參加殘奧會 今次已經是我第四次 每一次穿著香港隊的隊衣 就會有一份很大的使命感 在比賽中可以獲得獎牌 看到驅奇升起的時候 是因為你自己的一個表現 就會覺得作為一個香港人 很有一種自豪感 以前小時候可能想 我可能會讀完書出來找一份普通的綱 然後結婚生子 現在是很不平凡 而且有很多驚喜 所有的這些經歷 其實都源自於自己十一歲的時候有病 我自己生長在一個公共屋邨 十一歲的時候我患了骨癌 化療 亦都要做手術 將有癌細胞的骨切除 後來因為傷口感染 我就再要將左腳切除 做手術之前那晚其實都不捨得 自己跟腳說話 其實我真的很不捨得你 不過沒辦法 或者是時候我們要去說 goodbye 成為了傷殘士之後 我接觸了鄰椅劍擊 劍擊是一個很講求技術戰術 體能心理的一個運動 一個對手在你前面 你打贏這個對手 你會有一個很大的滿足感 初初入隊的時候 跟一些大師兄去對打 一定不夠他們打 每一次可能跟他們打 都是自己得到一分、兩分 去到自己再投入訓練的時候 開始跟一些師兄 是有得打五五五球 去到將來可以贏到他 甚至乎是輕鬆地贏到他 那就看到自己不斷的進步 初時我媽媽擔心我身體 不能負航因為太操勞 亦都擔心我讀書兼顧不了 我當時就和我媽媽有個好像約定 你讓我去做這個運動 我答應你我一定會做好我的學業 結果我完成了中學的課程 亦都升讀了香港中文大學 後來亦都完成了我一個 體育的碩士課程 十幾年前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翠兒真是慘了 她有病又要刺了腳 可能這個女生她不會再有將來 人生是在自己的手裏 好棒 龍耳劍擊開展了我第二個人生 得到了很多的機會 很多的榮譽 譬如好像我現在有電台節目 亦都有電視台的一些節目去主持 有時亦都會去一些學校 或者去一些機構和人家分享 人生在世 如果是有80歲的話 其實你不可能永遠都是成功 不可能永遠都是考第一 不可能永遠都是做冠軍 你總有時候是會輸 是會失敗 甚至乎是包尾 只要你有一個樂觀 和一個好的態度 你的人生可以是有很多不同的可能 其實每一個人 心裏都住了一個小朋友 很多鬼主義 很多夢想 但是 外於可能我們的社會 或者一個身份的問題 我們這個橫皮的小朋友 古靈精的小朋友 只能夠住在心裏 其實有時候 你應該被她釋放出來 試吧 無論你是有錢 無錢 你是一個很成功的人 或者是一個很基層的人 其實你都應該有一個權利 去嘗試不同的事情 我相信在一個嘗試過程裡面 他們一定會有一些得著 如果我不是一個商場人士 我就不會參加殘奧會 更加不會拿到七面的金牌 你的生命 不應該由一些後悔的事情去組成 應該由一個積極的心態去活出來